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郭敏東的鼓勵一年29億 所以說他那一年能夠發出29億 其實是台灣經濟最糟糕的一年 經濟成長率是負的 換句話說 在經濟成長很糟糕的時候 他依然能夠創造29億的鼓勵 我們今天要繼續來追蹤 到底他的東山是真正新佈的200多億 還是說 現在多次超過600億 到底是島主上怎麼這麼好賺 公司是有多大 為什麼國民黨不敢公布 那麼 評估這報道社論說 其實這個特徵組應該要查黨產 廉政署要查黨產 黨產也要列為貪污 是不是貪污也要一起查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講 馬總統的清廉 是真清廉還是假清廉 其實我覺得最重點是 為什麼富可敵國的國民黨 在台灣和民進黨建得這麼辛苦 錢這麼多是怎麼還怕輸 其實後面還有一個共產黨在按住他 這個按住他的共產黨 加一個國民黨這麼有錢 但是恐怕敵不過 散到整個要抓去的民進黨 所以台灣人 我想很多人是越看越清楚 越來越覺醒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討論 另外是綠卡 現在內政部說修法 這個讓大家有權可以去查 這個總統候選人的國籍 但是這個永久居留權他不敢 為什麼永久居留權不敢 這查有什麼不好 為什麼吳玉森委員 這個國籍法只修到一審 都不敢再審下去 他也說這個永久居留權不好 但是不敢再審下去 今天我們會給大家看 吳玉森委員當時 當時在國會裡面 他是怎麼談的 老農津貼 這個中華有農民可能 外面四個幾多多四個 但是老農津貼 到目前馬總統依然不答應 我就想看看到底 農夫們會怎麼處理國民黨 今天我們要來分析 趕快來介紹來賓 蝶玉森 全時報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動 郭忠雄 您好 鴻一好 台灣 好 另外呢是民進黨的發言人 也是台北市議員 莊瑞雄 莊演 莊演 您好 鴻一好 觀眾朋友 大家好 以及動物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師 徐老師 您好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政治記者 周年華 您好 鴻一 郭北陽情 大家好 好 以及台北大學 工形系的副教授 何彥均 郭達勢 你好 鴻一好 大家好 以及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助理研究員 何博文 博文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好 那麼首先呢 我們要來看的是 這是民進黨一直在一起 不錢 所以只能靠小額捐款 那麼小額捐款 台灣八世是不是 有辦法用小額捐款 建押國民黨 富可敵國的黨產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我們先來看 VCR 立委于天想要用歌声抵载 怎么这么穷 其实蔡英文在08年刚接任党主席时 民进党财务捉襟见肘 连尾牙也只能选在自家党部酒楼举办 场面相当寒酸 短短一年民进党偿还以议员的负债 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党公司下称赞 小英主席领导有方 以其讲以财有方倒不如说是 这个社会对民进党的一种支持 蔡主席谦虚不居功 但回顾接任党主席至今 蔡英文使出浑身解数 除了推行小额募款外 还自制宣传短片 扑上网络 蔡英文挟着广大民意支持 要和作用庞大党产的国民党 一较高下 小额募款改变台湾 穿着竞选Polo衫 蔡英文带头募款 除了主动求援 民进党也运用巧思 让支持者捐款更容易 想捐款不必填写画波单 只要拿募款单 走进便利商店刷条码 轻轻松松捐款成功 我们的小额募款已经破一千万了 不过在募款的过程里面能够一方面获得乡亲的支持 那一方面能够听听他们的一个意见 那对我们在整个竞选过程里面帮助很大 虽然小额募款民间反应热烈 但一场选战烧钱速度惊人 2008年马一九光是台面上选举经费就申报6.7亿元 这次2012选举民进党就算克勤克俭 保守估计也要花4亿 压力不小让民进党再出招 准备找300个中小企业主当菜办的财务委员 每人捐100万元挑战3亿元 国民党有这个29亿的鼓励 那我想民进党只有人民爱的鼓励 能不能顺利找到300个中小企业主还没把握 但为了2012民进党除了全力冲刺 也需要民众热情相挺 好那我先请教一下庄委员 庄议员 您现在有查到国民党这29亿的鼓励 后面是什么吗 其实到底国民党这29亿的鼓励 后面到底有多少钱 是 社会大众也都想要知道 但是国民党就不跟你说 我在想到底他有多少钱 这是一个疑问 但是我在这里 我们观众民众来做一个参考 这是85年8月23亿 国民党以前说 他说民队历速95年 95年8月23亿的时候 不要叫他起来 他说面对历史向全民交代 他在这里有说 他说这样 83年他们385亿元 87年的时候918亿元 一直去到89年880亿元 他在这里有声音说 在87年的时候 国民党说这个时候 是他们获利的巅峰 918亿元 他说完之后 财讯跟他说 民进党你们傻孩子 不要听他的 他的财产都有6千53亿元 国民党说918亿元的时候 财讯跟他说6千53亿元 前后在国民党的报告里面 在约95年的报告里面 布董珊 他说23亿元的时候 那个时候民进党接政 民进党 财政不出来说 说国民党你欧白说 你的布董珊不是23亿元 你的布董珊是243亿元 好好 后来 研究会还在查 查查的说 你那些总统 你那些其他控股公司 那些 统统还有738亿元 走下去 所以在这份 国民党他自己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 说他们277亿元的时候 民进党接政 财政不 跟我们研究会 查出来说 统统是1561亿元 所以 说的是这样 国民党说的一口 政府查出来 1561亿元 跟277亿元 是差天到地 那时候 大家开始想说 国民党你这么多好 你是哪有钱 不知不知道 我在想国民党有钱 他害怕 他害怕人知道 他会害怕 我会记得 我会向吴博雄 做当主席的时候 他有说 他说党产 要把他归零嘛 这本里面也 不要叫他说的 他会面对历史 向全民交道 他也说2008年的时候 以前党产 全部都要处理好事 现在2011年 是怎样国民党的董事说 党产要归零 我现在不知道 博文领导 郝老师领导 领导的财产 怎么会归零 有人要做领导 要丢导 要丢导 一言我自己的时候要归零 就是说 有问题嘛 有人说不公不议 有人说缠来 有人说唱来 所以国民党 董主席五佩洪说 不然这样 社会台中有这么大的疑问 我们归零 但是归得正 我就不知道归得正 归零 当时社会台中说 国民党董事室 我想到现在没人知道 鼓励 29亿 驚死人 我们在去年 在听到 导租人去古市里面 常常听到 一个人平均 要留16万 但是国民党 他就有辦法去导租后 他有辦法去贪 29亿 所以我不知道 民进党一直要求 想说你到底是买什么股票 大家知道 股票在漏的时候 国安资金会进场 国安资金要进场的时候 听谁的 财政没有的 如果你中途 国民党你自己本身的一个中途 你也是国民党在接政了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想说 你贪这29亿 到底是不是有内线交易 所以 社会台中可能也想说 你既然有家人多钱 你不要跟他们说 不然很简单 经济还是真卖 不然大家过后吃败 不然你买什么股票 跟我们偷偷一下 我们来对你来买 你有辦法贪29亿 不然我也贪29亿就好 所以我是认为 国民党有钱不用怕人知道 最主要是说 你这些钱 你过去说要处理 但是你现在没处理 没处理后 现在又看到这两个钱的时候 国民党 他说他的钱都是信托的 对不对 我跟大家报告 做起国民党的发言人 有多少所谓 国民党现在的财产 就是没看 政治现金 还有政党部署 他说他其他的 董事会说他其他的财产 统统信托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小的事情都有听到这句 我跟大家报告 这份中国国民党 刚才出了来正报的 国民党他对我说 他的财产统统信托 信托多少你知道吗 信托200 人的财产 你一直财产 不是财产 我